在今年轮子猪谱李姓钟庆辉带领下 基隆中原季重头戏之一的 引斗灯绕近起伏活动 在基隆市区热闹展开 配合防疫整个游行车队规模缩小 并取消钟庆辉中长徒步行进的做法 不过个性是钟庆辉精心设计的造型花车 仍吸引不少民众围观 基隆市长刘昌 基隆市区议长蔡旺年等人 也特别在起点路口挥手迎接 今天是钟影机引斗灯的这个仪式 那因为防疫的一个关系 所以今年的一个规模 大幅的一个缩小 也这个取消了钟庆中长们 徒步的一个游行 那跟去年是有点类似 不过更为这个紧缩跟严谨 那整个的一个规划 其实都还蛮顺畅的 然后今天又出了一个大太阳 天气很好 所以相信今天一定会非常的顺利 今年引斗灯 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今年引斗灯比较缩小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是文化传承不能省略 所以我们引斗灯还是要照我们的文化传承 我们中原区的这个程序 依序一定要引斗灯 这个不能或缺的 基隆市文化局长陈敬平表示 往年引斗灯队伍都会有北馆西匹派与福禄派的交证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该以音乐取代人员交证 出发时演奏的是西匹派 过了旭川河后改演奏福禄派 以音乐来进行民俗传承 而对于行政院即将推出的五倍券政策引发争议 刘长辰回应表示要看什么对百姓有帮助才最重要 跟那个真心券好像只能二选一 实际上现在并不是这样的状况 国民党立委说那个就是可以省成本的 如果政院纠结省成本的话 那就直接把五千块转入每个民众的账 其实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那没有什么好争执的 说实在 那重点更不在那个什么 这个政兴券的印制的那个成本上 基本上发现金纾困 这个之前也都在做 然后政兴的事情也应该做 抖灯游行队伍最后抵达清安宫后 将抖灯安置于内店 在农历7月14号清晨经过发表仪式后正式点亮 象征各自信都能圆成光彩祈求平安 也具有邻居族群相信力的意义 记者张旗潘进行报道